9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2021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民届联副主席陈勇作为社福界当然选委 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投票站,为全港选民及各界别参选人加油打气 今天这一场是港区国安法尤其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 也是第一个最关键的一场的选举 相信市民都深深感觉到比起之前的区议会选举可以用的是天堂与地狱分别 当时区议会选举很多市民连出来投票有很多都不敢 因为看到一些黑豹的肆虐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像今天天气一样天朗气晴,太阳又出来了 那么就证明香港的政治已经是有新的起点 恢复政治的清明,社会的秩序,安全稳定的得到保证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相信所有的选民和代表全港各界市民的这些投票者和参与者 大家的心情也是有很大的期待 陈勇希望通过这一次选举能够选出1500位真正坚定的爱国者 以他们的能力和眼光在未来的立法会选举乃至特首选举中发挥作用 选出真正凝聚民心民意,集中为香港解决深层次矛盾的领导人 带领香港再出发 集中精力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尤其是民生福祉,向衣食住行 尤其是居住和香港未来的发展 面对世界这么大的一个疫情,天灾人祸之下 我们的国家是欣欣向荣,而且能够最早能够控制住疫情 那么香港只有更好的融入国家的发展 然后把香港可以由经济的低谷一直重新再出发 陈勇强调,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由本场选举首次引入的资格审查委员会 不仅在选举期间具有话语权 更肩负全港750万市民的期托 承担着监督履职的职责和使命 那么在香港这一次我们看到啊 新的选举制度之下 那个资审委员会呢 它可以全程可以去评估参与者 是不是符合坚定的爱国者呢 符合法律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选委的期望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这段时间呢 每一时每一刻都应该捋好职尽好则 不光是投票那一刻 因为大家深赴全港750万市民的那个期托 期盼 希望呢 他们就是在平时都应该更关切 推动在自己每一个人的岗位 岗位和界别里边呢 去做好自己这个凝聚民心民意 同时呢也有一个责任去帮助支持 去监督未来的不管是选委 还是选委选出的立法会议员 和特首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呢 组成的班底呢 都应该有个责任 推动他们呢 就是更好的尽责 被问及对当天投票气氛的感受 陈勇表示自己和各界人士交流都有同感 这是一场井然有序且干净清明的选举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各个票站 祥和和稳定和开心的气氛呢 比较浓厚 而且呢 我们看到每个位置呢 都比较有直取的 也不会发生 在发生以前那种 或者像西方那种 就是没有底线的政治斗争 互相的抹黑 我们看到一场是比较干净 比较呢 清明 而且呢 比较正能量 充满正能量的这种选举的气氛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这种的气氛 这种新的局面 能够由今天在出发开始呢 一直持续下去